炖排骨时直接下锅炒或者是焯水是大错 如果焯水排骨的营养会流失 如果是直接下锅炒排骨又柴又腥 正确的方法是我们首先把买回来的排骨放在一个大的碗中 然后再加适量的食用盐 再把排骨用清水浸泡一下 然后再用双手把排骨里面的血水给它抓洗出来 用盐水抓洗一遍之后在空水捞出来放一个碗中 再加一勺面粉 再用双手给它抓一下把里面的血水再带出来 面粉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能够把骨头里面的一些脏东西血水全部带出来 用面粉抓洗掉之后 然后再加适量的清水把面粉冲洗干净 把排骨冲洗干净之后放碗中 然后再加适量的生姜去除腥味 再加适量的食用盐 再来点老抽上色 再来点米酒 再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给它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 起锅烧油直接把排骨倒在锅里面 然后用锅铲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到变色之后再放点蒜米进来 再翻炒个2-3分钟 然后再加适量的生抽 加个2-3勺就够了 再加一勺蚝油 再用锅铲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再加两碗的清水进来 给它焖一下 盖上锅盖大火炖开之后 然后再转中小火慢慢的焖 焖个20分钟 里面的汤汁收的差不多之后就可以起锅了 将做的排骨鲜香 原来有味特别的下发 喜欢的赶紧安排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